昨日受了疯 腰酸被痛的 这王后有什么事 让下面人传个话便是了 还让我们这一遍一遍地跑腿 姐姐就别抱怨了 王后对咱们姐妹还是挺关照的 你想啊 自王后坐月子起 交房店就传话 不用日日去问安 免得大家辛苦 其实 我们也偷了好一阵子懒呢 就光卖这点好 就把妹妹降服了 说什么降服不降服的 姐姐 今日照我们去 必定是和大公主的婚事有关 大公主年幼丧母 又罪得大王的欢心 她的婚事咱们好歹得应付 看 这人真是禁不住念叨 魏常使 樊常使 大公主 给大公主道喜了 魏常使 有话便说 不必客套 大公主真是好命 大王一向疼爱大公主 等有一日 大公主嫁到燕国去 一定会得到夫婿的加倍宠爱 你这是何意 我也只是瞎猜罢了 这人家都说嘛 年龄越大的男人 越是懂得疼人 可惜 无论魏常使喜欢年长的 还是年少的 都没有机会了 大公主说得恰如其分 所以我才要为大公主高兴了 大公主未来的夫婿 可谓是 姐姐 成熟稳健 世间无人可比 魏常使 你到底想说什么 燕王年逾五十 不是成熟稳健 是什么 你心口自华 此事大王做主 我怎敢有一句狂语 大公主慢走 姐姐 大公主一向都心高气傲 你何苦说这些话来伤她 我伤着谁了 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大王打算把大公主许配给燕国国军 秦燕两国联姻 如骨琴瑟 同德同心 有意与我大秦安危繁荣 公主出嫁是后宫大事 照姐妹们来就是商议一下 大公主的婚事 大公主的婚事由大王做主 王后亲自操办 自然再好不过了 只是那燕王 只要大王王后做主 自然不会有大的差错 也是 燕国国军成睹忠厚 大公主年轻貌美 这桩姻缘说起来倒也般配 姐姐所言甚是 大公主聪慧贤德 嫁到燕国 必会得到燕王的专房独姓 秦燕联姻 株莲碧合 真是两国之大姓 夫妻相处 讲究的是秦瑟和明 白头相守 而那燕王 貌衰老朽 大公主年方十八 青春年少 如此夫妻 只会貌合神离 咫尺天涯 如何谈得上长相厮守 更谈不上 如骨琴瑟 同心同德了 夫妻相处 男才女貌自然最好 但是 也要讲究缘分 到底何为缘分 花样年华 相伴日落西山 王后 这殿中姐妹都是过来人 对大公主这桩婚事妥妇 大家该是心里有数 这么说 我们和王后 都没有米八子一人考虑的周全呀 魏夫人用不着假枪带棒的 王后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月儿在我这里 向来有什么说什么 不像有些人 总是口不对心 我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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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主 不嫁 蜜月 你知道吗 那个燕王不光岁数大 他还有残疾腿不好 大王还没有下旨 事情也许 还有回转的余地 我去过薛氏殿了 他对我避而不见 他一定是心里有愧于我 过去他对我的疼爱全都是假的 我不信 今晚大王会召我去承明殿的 我会对他说的 昨日大王说好的 今晚要召我去承明殿 都这时辰了 大家怎么还不来传旨 我已经让香儿去打听了 一会儿编职究竟 夫人 沐昕怎么说 沐昕说 大王半黑就去交房殿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今日大王 是故意在躲避我 按你与孟莹的情分 谁都能猜到 你定会为他向大王求情的 大王躲我 我偏要去找他 既然你已经知道大王的心思 又何必自讨苦吃 可这是孟莹的事啊 我不能坐视不管 大监 八子 回去吧 大王正在殿内议室 不能见你 还请大监行个方便 你若能进得去 我怎会拦你 我可以等 大王此刻不想见你 过会儿也不会见你 我真的有要事 必须要见大王 八子 大监 使不得 大王 大王 寡人听说你 一直忙于整理王后 从楚国带来的陪价书简 今日怎这样得险 望大王恕罪 为大公主的婚事 芈月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公主的婚事 已交由王后操办 用不着你月族代庖 芈月不敢僭月 但大公主的这桩婚事 的确是不妥 妥一不妥 前朝有众臣权衡 后宫有王后把握 你还是回书库去吧 大公主的终身符旨 旨在大王的一念之间 去承明殿 是 大王